近期高丽菜量大滞销 产地价跌破5块钱 为了让辛苦的农民不要写本无归 全台各地掀起了认购潮 台中就有设计师认购2万颗高丽菜 民众只要拿着发票及零钱就能够兑换 也有立委和新客议员也到场响应活动 所得全数捐赠给台中汇民盲校 做爱心也帮助菜农奖励损失 新鲜高丽菜堆得像小山 工作人员在路旁吆喝 吸引婆婆妈妈大排长龙 中南部高丽菜盛产导致菜价低迷 为协助农民渡过难关 台中就有设计师认购2万颗的高丽菜 只要民众捐5张发票或零钱 就能兑换1颗高丽菜 去年有办过一次 效果不错 也募集了12万多的 12万6的现金 大概7000张的发票 那我们今年想说借这个机会帮助惠民 所以我们就找了很多企业家 来帮助我们联合采购 吕金峰表示自己是农家子弟 直到农民看天吃饭的辛苦 这次安排了以发票及零钱方式兑换高丽菜 让农友的辛劳不知白费 更进一步回馈更多人 立委张廖万坚以及新科市议员林启峰 也到场响应活动 随喜乐捐做公益 然后呢也让我们的一般的我们的志工团体 家长会的那个志工团体一起来响应 然后一方面帮忙农民来解决过剩的高丽菜 一方面能够用自己的爱心 能够加会我们惠民盲校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举两德 一举三德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抛砖营运 来帮助这些惠民盲校的这些小朋友 那我想能够利用这样的活动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社会的好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共襄胜处 那我相信付出爱 我们的快乐会一直在 活动所得将全数捐赠给台中惠民盲校 除了希望缓解农民的困境 也希望藉由认购分送做工艺的方式 创造农民消费者以及工艺三营的局面 这样终缓台中采访报道